其实高雄市柴山的猕猴 是出了名的调皮捣蛋 攻击人类抢食物 但是这一次竟然闹出了人命 因为上个月有一对母女爬山 是有猕猴冲向女儿 想要抢她包包里面的食物 这女子惊吓至于往后抓捣 这后脑撞到了石头 送医后隔天死亡了 而这个常常跟他们一起出游的 山友们提到这个消息 也非常震惊 柴山的猕猴调皮捣蛋 出了名除了攻击小朋友 抢夺食物 现在还惊传这些猴子 闹出人命 当时的女子正在爬 这个柴山著名的好汉坡 没想到旁边有非常多的猴子 想扑到她身上来 抢夺她包包里的食物 女子在惊吓之于跌倒在地上 撞到地上的石头 没想到白白赔上一条性命 常常在柴山上茶亭泡茶的山友们 通通知道这个消息 当时一对母女爬山 为了猕猴造成女儿无辜丧命 有山友说可能当时女子 有做事从包包里拿东西 才让猕猴疯狂地冲向她 柴山上人来人往猴子 一大堆骚扰惊吓观光客 早就恶名昭彰 这次竟然有无辜名正位的闪猴子 赔上性命 无法无天的猴子们真的无法可管吗 昨天就有陈生一高梦柔 告诉报道 谢谢大家